等一下 一帮一 我吃过了 这是你的 谁说要跟你一起吃了 那还有什么吩咐啊 新大公主 阴阳怪气 其实我一直挺讨厌你这个人的 我可没招你没惹你啊 就讨厌你这种木空一切的态度 我知道你喜欢蕊蕊姐 但是蕊蕊姐并不喜欢你 这事就不用你操心了 你难道不想知道 他心里真正装着的是谁吗 本少爷 没这个兴趣 是洪大哥 不好意思啊 咱们又是来了新人吗 是啊 有叫胡蕊蕊吗 你个小丫头 还懂感情的事 我跟你做个交易吧 什么交易 我能让蕊蕊姐喜欢你 说说 虽然你这个人不怎么样 但是呢 我可以违心地在蕊蕊姐面前 多说你一点好话 告诉你她喜欢吃什么 喜欢看什么样的书 我还可以随时通知你她的心情 是好是坏 这样你就有机会可以跟她亲近了 这么好心 你同意啦 条件呢 同样呢 你也要告诉本公主 洪大哥都有什么喜好 她什么时候心情好 什么 经常地在洪大哥面前说我的好话 让她能喜欢我 拱手同盟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两个人 同样一个目的 心往一块儿想 今儿呢 往一块儿试 我的心才不要跟你在一起呢 我的心里只有洪大哥 对 那真是委屈你了喜纳公主 安牛 安曼哥 大政老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 那我这儿就去请大祭司过来 不 不是大祭司 是中国的医生 胡锤锤 态度要好一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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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 好 跟你阿妈炒的菜 味道是一样的 阿爸 都怪我不好 这么长时间在寨子外面 非但不能在您身边尽孝 还竟让您操心了 鸟儿长大了 总归是要飞出巢穴 搏击蓝天的 阿爸从来没怪过你 阿爸 阿哥 这回 你们不能否认我们医疗队的能力了吧 你这丫头 你阿爸 还没老糊涂呢 那 阿爸已经交代过了 明天一早 带领全体族人 亲自向胡医生 还有你们医疗队 表示感谢 那还有洪大哥和他的特战队呢 没错 也一样 要感谢他 阿爸 那 我的那块玉 你别得寸坚持啊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反正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非洪大哥不嫁 婚姻大事 必须遵从族规 是吧阿爸 我才不管什么族规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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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医生 打扰了大长老 我来给您检查一下身体 胡医生 这么晚了还要劳累你 实在是过意不缺啊 您客气了 这是我作为医生应该做的 阿曼 你先忙去吧 我要和胡医生单独说几句话 胡医生 我想跟你了解点事 不知道方便不方便 方便 只要我知道的都没问题 您说 你跟洪子杰洪队长熟悉吗 熟悉啊 我们以前是大学同学 后来又在这里重逢了 应该算是旧友吧 他平时的为人怎么样 他 为人挺好的 成熟 稳重 又有思想 还挺懂得照顾人的 评价很高 那 你觉得 他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吗 好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 大长老 您难为我了 我 怎么说呢 我只能说 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对 本来 西娜的眼光还是很准的 这一点 很像当年她的阿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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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意义是 现在是机会 是 来 吴医生 阿曼 阿妞 你先回吧 吴医生 请原谅我那天 对你的不好态度 没关系的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你的医术 我们全族人都很佩服 我阿爸说 等他病好了 还会亲自向你表示感谢 你放心 我给大长老检查身体的时候 他的身体状况很好 今天他用完药之后 好好睡一觉 明天应该就可以康复了 好 你早些休息 你也是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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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长老心灵鬼山 大长老心灵鬼山啊 快来人啊 来tan 去把西娜叫来 把쪽에je 把中国医疗队 尤其是那个湖水水 给我绑来 是 是 胡医生 你快跑吧 怎么了 单位 昨天自从你给大长老看过病以后 他就仙灵归山了 什么叫仙灵归山啊 就是死了 大长老死了 对啊 你赶紧跑吧 阿满哥真派人抓你们了 别这样 别这样 子洁 你们别这样 别打了 子洁 你们别打了 子洁 你们别打了 打什么 带人拉死我 阿满哥让我把他们全都带回去 不要你们带 自己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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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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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你 醒了 晓晓 晓晓 我再也没有阿爸了 对不起 晓晓 我没有吃好你阿爸的屁股 你不怕 对不起 晓晓 晓晓 对不起 晓晓 你要帮我 晓晓 晓晓 为什么害死我阿爸 晓晓 你为什么认你是胡医生害的 为什么 昨天晚饭的时候 我阿爸还好好的 晓晓 我晓晓给他看完病以后 就再也没有人进过他的房间 今天早上 我是你 还是谁 走 安曼 昨天晚上我给大长老治疗的时候 发现大长老的身体非常好 应该是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 你还在救命 那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冷静 冷静 你要说我不清楚 我就让你给我阿爸陪赠 你敢 阿哥 你怎么能这么仰望蕊蕊姐呢 她吃好了咱们那么多的族人 她不可能会害阿爸的 喜纳 阿曼 我想看看大长老的遗体 可以吗 不准 山神 山神哪 惩罚那些邪恶无知的人吧 大长老的仙林已经归山 大长老的肉体不容侵犯 大长老的气体 绝对不能让他们放 把他们抓起来 抓起来 抓起来 还是怎么死的还不清楚 老公 要是大长老真被人害死了 那我认为 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 都有嫌疑 大祭司 大祭司 要是谁阻止的话 那他就是凶手 阿曼 大长老闲实 我们 和你一样难过 因为我们是来救人 而不是来害人 如果你一味地认为 是胡医生害死了他 那么很有可能 错过了真正的真相 我们现在 应该一起查出 大长老的真正死因 对吧 阿曼 先生 修人的集落是本来的 有些人 我认为 正在那里 等于 我认为 柳子和宝石 我认为 有些人 有些人 没有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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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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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吃饭就得有个吃饭的样子 你看看你们 一个个愁眉苦脸的 先吃着 我锅里还炒上菜呢 接着让你们几个姑娘 好好参照我老婆的手艺 吃吧 你说这叫什么事啊 我们是来帮他们的 他们不领情也就算了 还把我们轰出来 还有那个大长老 早不出事晚不出事 我们来了他出事 你们就别难过了 这次世间的主要责任 还是在我 别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来 你只好那么多人 怎么就偏偏他出事呢 要我说 你这大长老就是因为年龄大了 再加上感染疫情 一着急 这很正常 即使是这样 也是昨天晚上 我给他检查身体的时候 疏忽大意了 你今天给他检查遗体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 就是没有发现 所以才觉得奇怪 我检查他尸体的时候 发现导致他真正死亡的原因 其实是窒息 窒息 不是注射造成的 那你当时为什么说 洪大哥 这个是你太敏感了 我上学的时候老师说过 注射盘尼西林的患者 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的患者 会出现过敏的反应 严重的就是会缺氧窒息 口吐白沫 休克而死 意思就是说 大长老或许就是属于那百分之五 其实这就是个概率问题 也能说 大长老就是命不好吧 我知道了 冯护士说得真对 大长老其实就是命不好 你看我们 每一次任务多危险 每一次都在阎王殿门口转好几回 最后都起死回生了 我们就是命好 对不对 不对啊 如果说是注射盘尼西林 导致过敏反应而出现窒息的话 那大长老的尸体上 嘴唇应该是会有紫干 而嘴角会有唾液分明物的 这些症状统统都没有 这才是最蹊跷的吧 我还是没明白 你说的那些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 造成大长老死亡的原因 有可能是 外力所致 虽然大长老先灵归山 但是山神的力量 却要深生不息地传承下去 按照部族的规矩 现在由阿曼少主继任大长老职位 按照山神的旨意继续庇佑者 一方山神 阿曼少主请接到 请阿曼哥接任大长老职职 庇佑全组 庇佑全组 阿曼少主 这是一把 传承了数百年的宝刀 请接受 恭喜阿曼哥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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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兄弟 我今天接过族船宝刀 绝非贪恋大长老的直犬 而是因为当下 我们部落正遭逢百年不育的灾祸 疫情泛滥 外敌当头 我不希望我们部落成为一盘散沙 此外 我希望在找到杀害我阿爸的凶手之后 能够用此刀为我阿爸报仇 但是在部族 灾祸未平 大仇未报之前 我绝不会领受大长老的职位 也请大家 能够像从前那样称呼我 大长老 你既然接过宝刀 那按部族的会 大祭司 这件事就按我说的办法 不用再商议了 也好 现在 就由阿曼少主 站待大长老的职位 等到部族的灾难 消灭之后 我们再重新祭祀三神 到时候 请你 接任大长老职位 老师 静靠地彼此彼此 先生 所谓的意思是 残的半部分是 特参队を対応する事 どう動くべき 御師匠殺 行く 立つ 宝珠 叔叔 中村 銃的腕 我正在看見到 先生 我返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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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厄力 攻撃 是 我返事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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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人の集落には また女医者を残していたとは 今すぐ深井先生の知識を聞いて 参ります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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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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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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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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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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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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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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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团长曾经说过 他有察觉 鬼子的炮兵集群 有移动的痕迹 但是当时猜测的 一个是邦南 一个是吸纳他们部落 但他认为 最有可能的是邦南 现在看来 他说错了 那就算杀了大长老 也不能占领寨子 疫情 蕊姐 我记得你之前就说过 这次部落发生的疫情 有些不可思议 是吗 对 按照正常规律来说 这个季节 是不可能发生 大面积爆发回归热病的 我一直怀疑 这个疫情 是人为造成的 可是我没有找到传染源 所以 没有办法确定 按照你们说的 建立起日本人 要占领寨子的逻辑来看 这次的疫情 应该就是 日本人做的手脚 疫情是鬼子投毒造成的 现在 可以这么说了 他娘的 这帮美人性的醋上 老大 应该是日本人的前哨 我们一会儿老的 回山寨 陈爹 桂园 大灯老 还是像从前一样 叫我阿玛哥 是 你们晚上多注意一点 别让陌生人进来了 清楚吗 明白了 就算是熟人 没有我的命令 也不可以放进来 知道了 阿玛哥 小姐 你带大家在这儿等着我 那你呢 我一个人 请您寨子去 老大 咱们是替寨子来打日本人的 怎么弄得我们跟做贼一样 白天我们刚刚闹得有点不愉快 现在突然返回去 一定会加深冲突 耽误事 而且你一个人去也没有用 阿玛那个缺心眼的 根本不会听你呢 就算听了 也未必会信 我说他未必信 可换一个人说他就会信了 换一个人 换谁呀 启纳 等着我 管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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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红队长 开开门 先让你把门打开 我又及时 救命啊 行字节 李宗盛 你是个亲手 阿哥 你误会了 红大哥是来救我的 红队长怎么进去了这么长时间 会不会出问题了 应该不会吧 不是还有洗娜呢吗 不会跟他们打起来了吧 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 万一他不顺利的话 我们好歹也能帮帮忙啊 老陆 申官 要不然咱们三个进去看看 我们在这儿等着 我妈万哥请各位朋友进寨子休息 请不吝点赞 先生 朱洛克的医者暗殺时 我把所有人都在带回来 我一直在做的 如果行动成功 就去到三浦里里的地方 吃午餐 如果失败 就知道你明白吗 是 先生 中村和東宿 你可不可以 如果我拒絕, 我拒絕和同一種罰, 我拒絕。 不是, 先生, 我只要提案。 警察报告, 今時, 大隊を収拾, 集落に打撃を与えるべきだと思います。 今回の行動は, 失敗を認めると言いたいのか? しかし、今回の試験も失敗したことになる。 そうです。 中村君とピガチクジ君、今回行動した芝居は、 特産隊や住人たちも、 ちょっと何度なく、 勘付かれてはいたはず。 我々の頼みにもあって、きついだかも。 この後の計画は、 予定通りに進めるの難しいかと。 しかし、中国特選隊や住民たちには、 秘密を知られても構わない。 先生。 よくわかりません。 この集落にいる人全員が死ぬことになるぞ。 そう遠くない未来で、 ここは、 人を絶望に落とす、 ゴーストタウンになるから。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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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